我觉得首先是中共自身很难摆脱毛时代留下的这种冷战思维 所以它总把自己想象成这个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封锁包围的一个受害者 就是一个受害妄想 如果你是公平的竞争 你是fair play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担心 这个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 网民们对于这个贸易战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 就是哪怕这个我们眼前吃点苦 也要这个让美国把中共整垮 还有这样的心态 那这个就显然就是表明民心在思变 那么当然了 另外一方面体制内我们看到也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 那就是说这个所谓关心思乱 希望在乱中这个博弈 甚至是夺权或者是更换先任的领导人 我觉得这种情况也都存在 那这个根本上来讲还是 中国中共这个政权它自己造成的这样的后果 就是让老百姓 离心离德 让体制内这个心寒持冷 那这样一种后果实际上当然 如这个 胡平先生所说 就是有很多 这个智库在误导 这个智库的所谓专家在误导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